大家好 歡迎來到秋明節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小秋 觀看我的影片 讓我們一起騎著腳踏車 看到更寬更廣的世界 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Nakakawa-san 嗨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大家好 我們現在人在Nason Resort 我們今天要去到 全空遼國的邊界 來回約160公里 那我們就出發吧 畫面的左邊 是我們的台灣隊長小川前輩 小川前輩本來是台灣副隊長 因為正排台灣隊長李冠賢 已經離開訓練營 由小川前輩接手台灣隊長的位置 畫面中的右邊 是日本青年選手南本薩泰 Sota Kasumoto 18歲 他的車衣中間口袋那邊 有一個QR Code 我騎在他後面 一直不自覺的想拿手機出來 掃一下QR Code 這位南本薩泰 年輕 才華洋溢 讓我們來欣賞一下南本薩泰表演 定竿 Track Stand 這個很難 我一直學不會 難怪大家都說 不要教老狗玩新把戲 看他擁有如火純青的定竿技術 腳踏車在他的腳下 就好像一個小玩具 可見他有非常優異的控車技巧 他的腳踏車是Pinarello Dogma F12加 Cadex輪組 封禁是Oakley Cato 千鋒匣造型那隻 目前效力於LT United的車隊 年輕又帥氣 決定了 我就選他來當今天這集的主角了 在訓練一開始時 我趕快指導南本薩泰要如何按攝影機 因為等一下機車引導要考慮時 我真的按不到啊 我後來發覺 他們一定都會按攝影機 因為我開出一個誘人的條件 攝影檔案一律無償無條件 免費Copy給他們 常在河邊走 哪有不失血 常常在路邊騎腳踏車 哪有可能不摔車 很不幸的 我摔車了 詳細的摔車原因我不想公開講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 不知道會很痛苦 不然會全身不舒服 請恰 全台灣車坦的八卦中心 小川前輩 不幸中的大幸是 A10 Pro沒有摔壞 接下來我就把最重要的 A10 Pro交給小川前輩 由他負責今天的拍攝工作 摔車後 痛得要命 沒有汽車來載 只有摩托車來載 我看到摩托車來載 時 我的王子並瞬間發作 我可不可以自己出錢叫計程車 反正我出門騎腳踏車 一律帶超過一萬元的現金 好想叫計程車啊 不過鄉下地方 有時候不是想叫計程車 就有計程車的 我還是心存感激 騎摩托車來載我的大哥 還記得在泰國 我們要如何用摩托車 來載人跟載腳踏車嗎? 上一集Nikki有為我們示範 只是我現在剛摔車 痛得要命 還要我做這麼高級的動作 摔車的地方離民宿約有15公里遠 15公里 好遠啊 我是在時速超過50km per hour時 左側著地 現在左肩很痛 我先想到台灣車壇先前流傳的一則故事 幾個月前 在屏東的北大五支門 聽說有一個傢伙 在速度接近0km per hour時 沒有速度時摔車 居然還可以摔到骨折 我跟小川前輩先前有討論到 那個傢伙的摔車故事 我就覺得匪夷所思 沒有速度居然還可以摔到骨折 小川前輩馬上給予我指導與教誨 應該是因為平常沒在重訓練肩 有練肩肌肉可以保護骨頭 我聽到後馬上加上重訓練肩榜的課表 謝謝小川前輩不另給予指導與教誨 可是我現在左肩很痛 而且那個傢伙是0km per hour摔車 我是時速超過50km per hour摔車 我沒道理不骨折吧 好不容易把腳踏車運回民宿後 民宿老闆Nakakawa-san 也就是今天那位開場的主角 開車載我去turn的醫院掛急診 在turn這種鄉下地方 我也不能期待醫院會有多高級 有醫院就要偷笑了 太北的護士真的蠻溫柔的 都不會凶人 傷口處理也很專業 不幸中的大姓是 最重要的臉沒有摔到 我還可以繼續靠臉吃飯 照了X光後 醫生跟我說沒有骨折 可是醫生沒有給我看X光變 隨便啦 反正不知道等於沒有 如果我不知道我有骨折 等於我沒有骨折 這到底是誰發明的神邏輯 醫院整套流程弄下來 花了約3000泰銖 人在異鄉出意外 真的只能靠別人幫忙購貴 所以我就說我看事情看得比較遠 今天選Nakakawa-san 當開場主角 結果就是Nakakawa-san 在我摔車時購貴 我陪我去醫院 戰損 一套暗斗車衣車庫 就是開場那套油拆裝 滴走車架 我看應該也是毀了 沒事情 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雖然摔車了 可是我們的泰國傳奇的拍攝工作不能中斷 我會想辦法繼續拍攝的工作 只是我們泰國傳奇系列的點閱率有點弱 還得拜託大家多多支持 我才有動力拖著摔車後的身體 繼續做泰國傳奇系列的影片 回到影片 南本煞泰正在全力尻 我們的小川前輩吸在他後面 小川前輩說 我光吸他就吸到快死掉 完全沒有心情拿手機出來 小南本煞泰車衣後面的QR Code 我分析了一下南本煞泰這一段的數據 騎乘時就約12分鐘 平均功率253瓦 平均速度42.8km per hour 平均星的175bpm 平均回轉94rpm 功率沒有特別大 可是我們平常都可以300瓦一直尻的小川前輩 穿繩 卻說他吸到快死掉 在後面一直說 一咕一咕打妹打妹 可能是因為南本煞泰騎乘風阻姿勢很低 踩他的技巧很好 所以我們的看法 功率數字不一定是全部 速度才是全部 畢竟比賽不是在比誰的功率大 是在比誰先到終點 在泰國訓練營 恢復率也是重點 也許你滿高時很強 可是在泰國訓練營 天天被尻到打妹打妹的 本來的大功率 如果恢復不及 也會變成尿尿瓦 就在小川前輩 一直一咕一咕打妹打妹 我們的小川前輩 終於騎到湄公河了 青孔縣 是泰國北部青來府的一個縣 與寮國會曬相領 會曬 會曬 這邊應該是太陽很大 很會曬太陽 怎麼會有這麼符合情境的名字 影片中這條河就是 大名鼎鼎的湄公河 對面就是會曬 會曬 青孔跟會曬 中間相隔湄公河 為泰國、寮國、兩國的邊境河 青孔縣是從泰國 前往寮國的一個重要中轉地 以前泰國還需要簽證的時候 選手們的簽證到期時 就會騎到青孔這邊辦理 簽證事宜 然後再騎回去 因為今天發生了衰撤的意外 影片素材相對較少 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